后门是一个很小的拱门 也是木头的 陈月过去推了一下就开了 三人走了进去 道观只有一宠院子 中间是个道场 四面都是瓦房 接壤在一起 看上去像是个四合院 道场中间有一只巨大的香炉 边上有一幅香火架 里面全是辣油 说明这里的香火还不错 陈月四下张网了一番 大声地叫了起来 师父 一连叫了几声 没人答应 叶赵阳提议找一找 于是三人分开 一人负责一排房舍 挨个去找 遇到门锁上的就去敲门 爬在窗户上去看 叶赵阳找了这么一排 清一色全是卧室 想到这道观就只他们师徒两个 这些房间应该是给那些乡客住的 有些比较远的 或者遇到暴雨之类的 必须在山上流宿 这些乡房就是为他们准备的 叶赵阳趴在窗户上 一尖尖地看过去 里面设施简陋 只有一张床和一个柜子 一眼就能看出个大概 叶赵阳很快就找完了 来到这陈月那边 没人 除了有人藏在柜子里 叶赵阳说道 瓜瓜也找了一遍 回来告诉他们 那边是厨房和仓库 里头也没有人 陈月在一间房门外站了很久 用力推了一下门 没开 他伸手在门锁的位置上摸了一番 抓住门的把手用力一提 门开了 这么熟悉 叶赵阳说 这是我的卧室 看到这扇门 我就想进来了 陈月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 房间里家具比那些厢房要多 但还是很简约的 墙有点黑了 地面还是水泥地 靠墙摆着一架木床 床上摆着一只很大的海绵宝布的布偶 边上敌放着几件衣服 最上面的是几件内衣 陈月红着脸走了过去 把内衣塞到了下面的柜子里 叶赵阳假装没看见 在房间里转悠了一圈 说道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 怎么连个电视都没有 陈月走到对面的矮柜子前 指着上面说道 这里原本有个电视的 因为山顶总是停电 放了一段时间也受潮了 就在也没买 我也不太喜欢看电视 那你干什么 看书 叶赵阳发现了一个书架 走了过去 一眼看了过去 大部分都是经书 还是手抄本 只在书籍上用毛笔写了名字 有道德经 清静经 台上感应片 逍遥游等等 都是道家的典籍 边上那个书架上 倒是有一些出版书籍 不是世界名种 就是梦西笔潭 山海经 月威草堂笔记 这样的古典名种 最佳米牌 还有一些诗籍和当代小说 你真的有文化 叶赵阳表示佩服 山里没什么可做的 就是看书了 不不不 你不要谦虚 跟山里没关系 我也在山里住了十几年 我就没有你这么好学 叶赵阳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陈月在房间里慢吞吞地走着 最后来到了窗前 打开窗户看外面 外面就是山体岩壁 与窗户中间有一段缝隙 种着一丛花 还有一棵芭蕉树 你们不要打扰我 让我静下来想一想 陈月说着 趴在窗户上 望着芭蕉树发戏呆来 过了一会儿 她又起来 走到了外面的院子里 慢吞吞地走着 晚上 她突然深吸了一口气 转头看着叶少阳说 我全想起来了 不等叶少阳搭话 她快步走向了一个房间 房门锁着呢 陈月站在门前说道 这就是我师父的房间 人不在 门是木头的 因为时间太久 中间有一些很大的缝隙 陈月就趴在门峰上看了一会儿 突然浑身一颤 用力一脚踢开 冲了进去 叶少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跟着进去了 一眼看到床上坐着一个人 再一看 当场就惊呆了 床上的这个人是一具尸体 一个身穿长衫的妇人 头发发白 看上去得有六七十岁 潘西坐在床上 可能已经死了很久 血肉都已经风干了 一张脸皮紧贴着骨头 闭着眼睛 却诡异地保持一种 一动不动的姿势 因为是冬天 尸体没有腐烂 而是直接被风干了 成了一具干尸 师父 陈月扑倒在尸体面前 放声大哭起来 刮刮默默在一边 陪着他 安慰他 陈月放声哭了好一会儿 逐渐冷静下来 哽咽到 他是自杀的 看样子是 叶少阳说 如果是他杀 没道理 凶手还要把他弄成 这种作画一般的姿势 而且在身上也没有明显的外伤 等等 没有自杀的理由啊 我师父清修了几十年 早就看破了一切 他不可能自杀的 不可能的 叶少阳不认识石岛人 不好搭话 想了一下说道 你静爱顺便 看他死得这么从容 估计会留下什么遗言之类的吧 你可以找一找 这一句话都是提醒了陈月 当下在房间里翻找了一遍 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叶少阳全都别着急 今晚可以住在这里 慢慢地找一下 两人商量了一下 决定应该让死者入土为安 这个时候 陈月已经恢复了记忆 自己到了库房 拿了一把铁线 让叶少阳帮忙背着尸体 一般人是不敢背尸体的 主要是怕晦气 但是叶少阳一个上线 任何晦气 也沾不到他身上去 三人出了后门 陈月想了一下 决定把他安葬在山顶的一个地方 石岛人生前喜欢在那里清修 至于风水什么的 他也没有后人 也就不讲究这个了 从后门绕过去 有一条小路 蜿蜒到了绝顶 叶少阳背着尸体 一边思索整件事情 越发觉得诡异 之前的检查过的尸体 死亡的时间 至少有一个月以上 而且根据陈月的记忆 他是一个多月前失踪的 那个时候 他师父还是好好的 也就是说 他师父是在他失踪之后死的 而且不会相隔太久 两件事情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他的重新决定 最后一边的 下重新决定